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五的新闻联播时间 这个是要问时段 首先跟大家说抱歉 昨天的视频出来的声音 就完全不行 我要负上站 因为新的地方还未准备好了 希望下星期所有的设备齐全了之后 出来的视频的声音见得好 因为情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试过是准备好的 因为试过是你告诉我是准备好的 然后出来是没问题的 但是出来的时候 所以你和我保证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有监制说 其实之所以没问题 因为他在这里所以才没问题 如果他不在这里就有问题了 我们经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还未有第三个人 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是他知道 他说我好像跟你说过 要他在这里 要他在这里 原来他有没有在这里是很大问题 我们就不会以为没问题 是的希望过了这个星期六的Facility 做好了之后 就大幅改善了 首先和观众说一声 不好意思先 请大家原谅 我一定会认错的 我不是林郑月娥 那有什么要澄清? 哦,好像有羊 就是回复了 有些问题我们先在这里回复 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很得意一定要回复 他说 大师 尸体就笑了 成一潭上颈 死不断气这样淫 乃一个阴虚之嘲 看阳语仍似是青头仔 问候 乃纯阳之志刚 若打手枪稍有节制 仍可有余力 大师既然相信性交可转运 提议大师遇阳遇性交 以纯阳保阴虚 或可治愈狗咳痰多之病 为健康莫痴疑 促促行之 这个 听众的观众 他 因为这条片是在性交转运那条片 我解释什么是性交转运 有没有性交转运那条片里留言的 是 我想他搞错了 性交转运和性交医病这个问题 是 他认为性交可转运 和性交转运是两个不同的category 我好像听过财阴保阳和财阳保阴 当然是另一样 他的性交是一个性交医病 究竟有没有财阴保阳和财阳保阴 这是我们的医病 我们再财阳 所以他不要弄错了两件事 那性交可转运和财阳保阴呢 财阳保阳和财阳保阴其实是有的 嗯 就是一个老病 认识一个年轻女 一个或者是一个老女人 一个股者认识一个年轻人 你个人的心境会比较年轻的 是的 所以就是一些财阴保阳 如果你是年龄的相对 其实你就说不是什么 你那个人一个老病 和多些年轻人 不要说是做拍拖 是来往多些聊多些 吹多些水 所以我经常说老人院应该建在青年宿舍旁边 就是这样的 老人院为什么建在老人 我觉得整件事是行不通的 越做越努力 是的 那就等死了 所以后来外国其实是有的 后来我发现外国是有的 但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性行为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行为 究竟是否可以医到很多残疾呢 我想这个网友应该也没有什么医学根据 但是在性交主民那里我再补充一些 因为也提供了一些资讯 或者性交主民 因为财色同工 只是发生在男人身上 嗯 就是不发生在女人身上 因为男人来说 铁与女人是相对来说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性交主民的话 他说第一 其实是嫖妓不算的 是 只有女朋友和老婆才算 嗯 所以男人会有皇夫皇妻 即是那个人是皇夫 皇夫 如果以女人来说的性交转运 所以一夜情是不算的 嗯 即是女人累不然没有性交转运 但假设是有的话 那一夜情也不算 不停每天都不算 男朋友和老公才算 比较长期一些 但是当然有一个实质上 也都是实质上 女人的性交转运就是 你老公发财 嗯 那你就转运了 或者是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 嗯 类似好像刘链和贡献的男朋友 那当然是转运了 嗯 就是当然是一个实质上 而不是一个名理上 当然你可以当都当是名理上 是是 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约解销 而那个 如果观众的问题呢 是 都挺nonsense的 因为他搞错了性交转运 和性交治病这两个问题 OK 嗯 好了 那讲完了 那我们回到要闻时间了 那呢 昨天呢 就本港新增了39宗 跌了下来 但是今天应该会大回去的 因为初步确诊到50宗了 那其中20宗的源头不明 那便遍布了在整个 香港部会的角落 包括半山 太古城 北角 大角咀牛头角落 富深水埗 新界元朗 大埔北区 和天水域 那就是全香港就是了 那就是 浅水湾大埔深水湾也没有了 是的 深水湾也没有了 山顶也好像没有了 去半山 半山 半山 山顶 OK 不是半山 那就是 观塘没有的 为什么 观塘有 那就是 乐富 那就是乐富不算观塘 那就是跑华底也没有了 跑华底也没有了 你这么怕 不用怕 那一旦就张畜军就说了 一旦出现这个超级传播 可以引发大型的爆发 那就是 现在他就说明了 因为很多大厦都会有这个传播发生 那就是因为那大厦在天井水渠 那政府会加紧处理 那都和习主席在个视像上 和林郑月娥的视像述职有关 林郑述职给习主席 习主席就担心这个 非常担心香港的疫情 那似乎都会做多些事情 那首先一样东西就说一说个问题先 那就是 昨天的事情就是 因为红磡那里就有个竹谱 有个七个人感染 那就 如果照一个说法 就会封那区来做这个强制检疫 但是那区有很多长生店 那些长生店 因为都是晚上要做守夜 就是预备日上山 那些家属又要出殡 要有个旗 因为很多人都担心 那些长生店的老板 或者殡仪馆的那些人就担心 若然你突发通驱 就会有个 都挺麻烦的 那大师 你觉得应该都是要着情处理呢 就是那区的事 长生都要着情处理是吧 不是 就是看看那区 因为那些先人是过瘀 我就觉得要着情处理 因为你也订了时间 你也知道排队 那飞机师是否需要着情处理 飞机师 空姐是否需要着情处理 不是这个问题 船员要不需要着情处理 这个问题 不就是 如果着情处理 每个人都着情处理 是 那就是不用做 是 就是你觉得应该都照做的 不是 你着什么情处理你呢 有什么东西不用着情处理 到最后全部着情处理 就麻烦了 明白吗 着什么情处理你呢 你如果这样我就告诉你 那船员就着情处理了 飞机师空姐就着情处理了 多少人着情处理了 结果就爆了出来 应该一事同仁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 之前为什么要着情处理 就是因为有太多人着情处理 现在 接着那些人就说 那些来往香港的商人 董事 那些也着情处理了 那些着情处理 结果昨天就在一个封区 就是在北角那里 就将东发大厦封区 那都看到了 那忽然之间就 封区就拉个封锁线了 那些警察就跑拉个封锁线了 很多人都拍了一些照片 都挺厉害的 可能一下子就告诉你 封区不让你走出来 东发大厦昨天就封区 接着就做了一个检测 那就 十二小时之后 就做了几百人检测 那接着就发现零感染 那 没有的 前一次封再封 章杰忠又说是一单 这次是零单 那 会不会那些人都 省水都走了 有几个东西 有几个东西 嗯 第一 我怀疑东发大厦那区 因为很多人 我怀疑东发大厦那区 是不是只有几百个人 如果是封区 不,很多人都没有英文 没有人在那里 那你应该就要捏一张纸 是啊 应该就捏一张纸 就不让我封区 总之你如果撕了一张纸 而你没有回报 那你应该是做的 因为跟之前都是这样做的 OK 那就是 总而言之 东发大厦那区 如果是那区 应该不止这么多人 因为蒋平街 都很人口密集的 你说一栋大厦 你有两三百人 那你如果封区那区 那一带的话 应该都是好什么的 第二就是那些检测 是 现在通常检测 用探鼻 探喉 探喉 看片子就探喉 就是用探喉 现在我听见大陆 应该同时包括了四个东西 我忘记了哪些东西 首先他会用四个色指 一个就是探鼻 另外一个是深喉腿液 另外一个是探喉 还有一个就是探光 如果是深喉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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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探光 然后就全部探光处理 那就是有些专家就说探光是没有用的 有些就说探光是有用的 有些就说多门照计没有肺炎那样东西 但是多门应该有 那些就说有很多 而且retain的比较多 我似乎你的清洁状况 或者你几乎没有 就是一个探光问题 所以大陆现在是同时间试四个东西 因为现在有很多假音性 就是想准确一点 是的 你同时间试四个东西 当然比试四个东西是更加准确的 所以我只是这么说 那你能不能接受 大家一起随负探光 我的问题就是这一件事 那也是要自己进入房子里做的 你自己进入房子里做的 我相信你不会自己探光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 那你女性那些是怎么处理的 女性没有肛门的吗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有没有 男性肛门不可以让人看 男性的视野是什么可以让人看 女性的视野是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吗 不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个实质处理的 一个实质处理有没有实质 你既然男性的视野是什么可以让人看 女性的视野是什么可以让人看 如果男性不看 女性也不看 不是男女的问题 就是探光 嗯 就是你觉得也要有助手做的 什么 就是有人去做探光 第一探光是一定有人做的 第二男女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 你旁边的太太的光门就不可以让人看 郭富城的光门就不可以让人看 我想很多人都想这个郭富城的光门 对不对 你明白吗 就是你不是说女性 就是光门毕密牵涉男女的嘛 嗯 播才有男女之分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刚才说了 你住过锦平街三个字 你是街坊的吗 你住过的 不过 我以前认识到有个很熟悉的人 在锦平街住 哦 就是你不是不过街坊的吗 我没有住过北角 我是北角街坊 我住了北角十几年 我当然知道东法大厦在哪里 昨天只是封了一个东法大厦 我就觉得 为什么封了东法大厦呢 因为其实 东法大厦旁边有一个叫美麟大厦 那里是一套东法大厦 贴得很近的 我觉得如果你既然封了东法大厦去做检测 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不做美麟大厦 东法大厦好像有几座 有几座里面嘛 然后拉出来就是美麟 即是你既然封了东法那几座 为什么你不封了美麟 我就觉得奇怪 因为如果你没有记错 第一次佛堂爆发就是美麟 其实那里是相通的 那些东西是走来走去的 我说一下 我觉得既然封得了 做得检测 不如封多两栋吧 我再讲一讲关于疫情的时候 我想到可能是有用的资讯 我昨天去看医生 看了心脏科医生 是 正常复杂 正常复杂 他就说 我属于低风险 是 低风险 哪方面低风险 肺炎低风险 为什么呢 很少见到人 又不是年多大 他说你算是惹上了 也没事的 惹上了 死的机会率也很少的 还有惹上了 可能发病率也是十几百分之一 就是不是那么高的 他说他自己做医生就一定打的 如果你经常去医院 医院是最高危的地方 你经常去医院的人都一定要打 就是说是打疫苗 疫苗的故事 但是疫苗还没有稳定 还没有稳定 接着又说到大陆 他也看不起大陆 所以我也不会去大陆 productions有偏心的信心 但是问题是 我只是跟他说 好像 辉瑞在香港打 你也可能不排除在大陆做 就是伏星是这样做 还是他分发 我不知道他是在大陆製造 现在政府说伏星那种就是德国製造 德国製造 那种就是德国製造 是吧 我只是说去不了纳税水平 是的 OK 去不了old Russian水平 OK 那个状况就是 但是我们得出到 有一个大家认为了 是的 其实有有效率 还要计算 95%有效率 50%有效率 因为50%有效率 其实是 有效率究竟有多有效的问题 是的 就是说你有少少有效 就是你吃了那种药 譬如那种药有50%有效的 是否算有效率可以帮助到的 有效率其实是很难计算的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的有效率 只是计算是 你能够防止到染病 以及染病了 病情减轻了 这种有效率的定义是很弱的 嗯 所以到了最后我们也得出 我刚才说了有效率的问题 到了最后得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他们说的全部都错了 哦 就是副作用率是最重要的 哦 就是这样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觉得 如果你有副作用的话 你可能会死亡 嗯 你有副作用 你有副作用 你可能会死亡 是吧 是 或者可能会死亡 如果有副作用的话 喂 你的副作用 有多少%的副作用 不要紧要 如果副作用就是痛两天 是吧 总两天 或者有疲倦 那些没所谓的副作用 就是严重的 令你什么副作用率有多严重 喂 如果你的副作用率不大的话 我打了两天 我打了 我就算有效率也有30%我都打 是 对吗 嗯 嗯 当然 因为有效率只有30%我都会打的 但是问题上就是副作用率 就是那样东西 就算有效率 可能帮助20%的率 正如打口罩 戴口罩有多少 戴口罩可能防止 自己戴口罩可能防止 2-30% 我也戴 为什么呢 因为那样东西 是没有成本借 成本借去打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成本效益 那些人只计算效益 应该要计算成本 是 就是说你要计算副作用率 更要计算有效率 就是有效率 你只计算有20%也没所谓 50% 所以应该是副作用率 因为实际上 如果对于一些低风险的人 好像我那样低风险的人 嗯 你实际上打的那种 是不是帮助很大的 因为至少高风险的人帮助就很大了 在数学上 但问题是 副作用就变成了 Cose efficiency 就是Cose efficiency的问题 大家很永远都是计算 正如究竟封那样东西 做封区 或者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防疫 有没有效 都是这样的状况 是 各副作用都十分 因为现在都没有稳定 德国就 宣布了 阿斯利康的疫苗 他们正在用 60岁以上就不能打了 只可以从18到65岁中间才能打 可能欧盟也会跟着德国的标准 这几天就会知道 那你去看负负责的问题 所以我奉劝大家 最重要的是看的不是有效率 有效率多年零有效率就没用了 但问题是 就是看你整件事打出来 有多少机会率是负责的 如果你帮到 其实你帮到五成已经帮了很多了 看来香港小区的强制检查 都会继续在这几天不断进行 其实都不用说封哪里 大家都知道 你那个大厦若然有几宗 那差不多一定会强制的 是 那个情况也是这样 譬如你的竹店有七个 那区又有检验 但是这一看来都是 我想他们着重旧区多一点 他又没有封了丽港城 丽港城那天有几宗 他又没有封丽港城全国检查 可能他对那个旧区那里 就是比较担心 因为那些旧楼的问题 那看来都很容易 我想很多人都走了 那洞口有两三个检测 先闪了 是 不过也不要紧的 现在看来采取的封区 都是很OK的 六七点下 六七点下 就是解封 中间就尽量将结果出来 就是你等于 反正都没有解去的 那六七点都应该 应该回工的 没什么问题 好了 另外就 有一宗新闻就是 林文健出任 卫生防护中心的总监 原本的卫生防护中心总监 王庆佳 就调任了去新职 那一新的职位就是 卫生防护中心 叫做公共卫生服务总监 就是现在那两个 卫生防护中心的总监 就是一分二 就由两个人去担当 因为都看得出来 因为防疫工作和疫苗注射工作 都会很繁重 把最高的两个再分出来 分别是卫生防护中心 和公共卫生服务 都是好事来的 就像你所说 一早就应该有一个叫做防疫专员 现在也不是防疫专员 这个防疫专员 当然不可以是这样做 因为应该是有一个 比较高级的类似 政务师张建宗 可以去搞这件事 所以他做这件事也是废的 但是刚刚在蓝丝群组里 就封存了一个 就是他疫苗的小组 是 应该是十几个医生 嗯 就好像有三个传染病专家 给疫苗 其余那些都是医生 主要 什么科都有 其中被人说 好像有个割包皮专家 他是欧阳东韦 但其实他不是割包皮专家 其实他是 其实他是 即是类似传染病的专家 就被蓝丝就 就说他是割包皮专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就搜索不到 他和割包皮专的关系 后期找医生 去执健医生 去做这件事 但是的确 那欧阳东韦 大家封存说他是包皮专家 至少我找到的 他不是包皮专家 虽然不是他曾经 而且做这些公职 是你的自愿性 叫得你做很多都会推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推 但是如果这样说好吗 如果你是一个政府 你叫一个人去做一个公职 而那个人推你的政府的话 也蛮大事 你那个政府的威信 所有的东西就很差 你那个乐意 或者这些东西是双方的 是那个人民的专业人士 对于社区 对于社团 对于地方的归属感 就是说你这样的控制 第二就是你对于他的权威感 这两样东西你都没有的 你才可以推到你 那袁郭勇应该合格吧 袁郭勇有份 对不对 袁郭勇和许昌也有份的 袁郭勇的合格 他每次都第一时间 但是如果押罪口罩 这个自己欣赏 真的很厉害 第一时间 新私事出至少是勇将来 就是之前我都批评过他的 但是至少我们看什么 整件事 对了 就算你的东西是多有偏颇 或者是什么也好 但问题是至少你够胆去用 走出最前线 最危险 还未确定 他也是第一个角度 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也挺够僵的 有时候又没有穿保护衣 总之就是什么都担当了在前面 但是当然他作为一个专家的话 他应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是 我也看得出 虽然 有很多专家的 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在前面呢 对了 对了 刚刚 就是有一件事就是 但是我有一件事也挺担心的 对于袁郭勇 什么担心的呢 作为一个这样的专家 他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 照顶的东西是换衣服的 不是 他已经解释了 什么 他衣裔就是这样的衣服 很多套的 哦 很多套他解释了 我不是每天穿那套的 我很多套一不一样的衣服 他很喜欢穿那件衣服 他解释了 他每天都买着 不是他有很多套的 因为他可能保持了学者的形象 最近换了口罩 现在换了鸭嘴口罩 因为他每天都换衣服 好了 最后一件 临时加入一个要问 应该一定要加入 就是香港政府想推出这个手提电话 SIM卡的10名登记制 政府会在今天 就是稍后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 就公布了出来 不是 是今天中午公布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藤华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 和通讯事务局总监梁仲言 下午2点半都会见传媒的 会谈及有关电话 智能卡10名制的问题 现在的新闻还未到的 那就 但也先说一下吧 你觉得SIM卡10名制是否赞成呢 这个视乎我自己的利益 和公共状况来说是否赞成 我自己的利益当然反对 但就公共政策来说是应该做的 因为实际上你没有任何理由去不做这个 我只不过后悔就是当初的实名制 我失败了大陆号码 所以这件事本身是要推行的 因为当初的时候 你不是所有电话 什么时候都是实名制 当初的时候没有SIM卡 你上台也是实名制 是的 上台也是实名制 实际上以前没有太空卡的时候 没有SIM卡的时候也有实名制 我们现在的电话也是实名制的 要登记的 是的 这个我相信是 是太空卡的问题 这个我相信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有些 不是做一些菲律宾卡 到最后你买一些外国卡 没分别 只不过你麻烦很多 那你用外国卡不给一个信用 或者之类 会有很多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上面在搞电话云手机 就是一部电话里面有很多个电话号码 那是不是怎么实名呢 我想知道 就是如果将来 你所有电话号码都实名 没问题的 这样有很多个 没所谓 你有多少个都可以实名 你有1万个都可以实名 是的 OK 那就是今天的要闻时间差不多了 那么记住 我们大师的拍档 R君搞了一个Bitcoin的入门班 是虚拟货币 不是加密货币 其实不是Bitcoin 不是只是Bitcoin OK 你记住Bitcoin和加密货币是有很大分别的 OK 我照读而已 是不是 他那个是 他那个 他写给我 他写给我 叫加密 加 叫做 加密就是Bitcoin 叫什么 他写给我叫比特币入门 比特币入门 你骂骂他 不要骂我 我照读而已 我当然会分 老友 哈哈 我开玩笑而已 那么其实也会牵涉到其他币种了 当然 但是就叫做 比特币入门 一堂过的 记住大家捧场 现在都很多人报读了 之后我们 你会看到我们亚洲电视有连接的 报读了 卡进去 好东西来的 快手 超值 方便 一次过 一晚带你认识了所有 加密货币 这个新兴投资工具 若然你不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骗人 或者你觉得 我也不知道怎么无从入手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入手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玩的了 那么 希望大家都会捧场 捧一下R军场 好 还有一件事 盘赛 现在就已经买了很多了 就因为送货时间会很紧逼 因为未来的连三十万都很紧逼 现在预计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买亚洲电视 就是卖西班牙海鲜 金贵盘赛 你应该是说 由于送货时间 那天很多人订 所以就有一个紧逼 所以希望大家早点订 让我们订阅 那你已经说了 对了 因为农历新年那几天 现在已经很多人订了 让我们订阅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们在最后订阅 当然也会收你钱的 是的 我们很难不收钱 我们从来 我从来抗拒不了 就是钱和女人的人有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 行政会比较方便一点 就不要那么踢的 那就尽快订阅了 那你现在订阅年初一 年三十年初二 开年饭 到时送到府上 包你觉得超值的东西 年初一也送到府上 应该做得了 年初一也送 是的 现在留下了电话 可以慢慢订阅的 这些送货 你放心 你买了之后 我们一定会安排 因为不是想订阅 所以我才问年初一是否送货 年初一我又 如果年初一送货就订阅 不是的 年初一送货才订阅 我年初一有用的 明白吗 我和你聊一聊 好了 记住大家捧一下墙 加密货币 Bitcoin和盘赛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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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台助理节目主任 李君雅 可以延至星期六中五回复 是否接纳那份全新的120亿合约 好了 消息就说去应在 又认真审慎的考虑 有超过六十个港台的员工 在港部大厦门口和停车场一带 就密站地支持李君雅 抗议管理当局秋后算长 就说政治凌鸽专业 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 趙善恩就认为 调查小组出现濫权的情况 但是港部署长梁家荣没有及时糾正 给人有个感觉就是 听之淫之被人牵着被指走 副港部署长和电台秘书 一直没有白纸黑字交代 调查进度 以及撤销李君雅的满约酬金问题 那就报道一下 首先政治凌鸽专专业是港台自己本身员工 是的 第二就是他说什么 除了政治凌鸽专专业 除了什么 还有那些满约酬金的问题 还有就是 除了政治凌鸽专业 秋后算长 还有就是 他应该还说了两样东西 除了政治凌鸽专业 濫权的状况 濫权的状况 也是因为港台的员工 也是在报道方面出现濫权 根本上港台是不应该做那些事情的 就是他用他的採访权的时候 他就濫用了权力 至于李君雅姐 应该本应用来炒鱿鱼 所以根本上就不应该有120个延期的问题 新合药 新合药的问题 所以他们说的 应该是反射到自己身上 即是无论如何港台那些是非常不专业裁政治 以及凌鸽专业 即是这些叫做 这些叫做 嗯 刹案捉炒 嗯 即是整件事 本身港台那班人已经是一些 即是他们不是反对者 港台 他们是员工 是政府员工 不止他们还说 你们是不是政治凌鸽专业 即是他们说的 灌口刀 之前的那些报道 之后什么都不报道 全部他们本身政治凌鸽 本身已经是完全没有遵守任何新闻的 新闻从业员稍有的良心和专业 他们是完全没有的 本身就是一个卖没良心的人渣 嗯 那你还可以说什么专业呢 是的 那我们来到这宗新闻 这个是不是人渣呢 那么 社运人士古思尧 去年在法庭外声门云主派人士 就被 就是被控 涂屋国旗 那就裁定一项侮辱国旗罪成立 那么在西九裁判法院 就被判监四个月 那么就 第一件事就是古思尧就没有求情 希望这个法官有这么重判 这么重去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直抢癌四旗了 那么他也都说 你不用施捨我 你也不可以蒙蔽我 我照坐 我坐完出来就会继续抗争 我跟着就会这样做 但是就 反而法官就考虑到被告的健康情况 我着情减了一个月 判监入獄四个月 那么你觉得七十四岁的古思尧 这些是否值得欣赏的抗争者 OK 首先来说 因为至少忠于你自己的事 我觉得厂台的问题是什么人质 他们没有忠于自己的事 就是拆枪捉拆 你没有忠于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专业 没有将记者在 taking this serious 然后将政治临爭专业 酱硬将指鹿为马 指鹿为白 还拆垫捉柴这些是最不能够的正式的 但是胡思尧至少 虽然他已经生了男子 因为他不在这里也要去医院了 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股思饶这些算不算是一个爱国者的定义呢? 我说回一个问题 其实当年保钓运动他都是很积极地参与 如果大家记得九十年代一起去钓鱼台 陈旭祥葬身大海同船 当然还有刘梦雄那些 很多都是同船的 其实那些是一个爱国的行为 你做爱国的行为不是都是爱国者 例如刘梦雄那些很明显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后来做政协他是一个差异精 只不说那些人本身是 你问题是想拿政治权利 想拿什么还是为了爱国? 股思饶就应该不是拿 是的 我知道的 首先他先做这件事 但是股思饶就是他是不是为了爱国 还是为了整件事呢? 至少他很大程度上这件事是为了爱国的 很大程度上 可能是为了摩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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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是有的 但问题是至少有一个爱国性 而他后期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做一个爱国者的事 我就不太知道了 至少焚烧国旗 至少不是一个爱国者的责任 就是爱中国不爱这个政权 他正在说的问题就是 对不起 你只是爱民族 因为你爱不到中国 除非是爱中华民国 因为你爱中国人 再爱中国人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不是一个爱国 国是必须要是一个政权才是一个爱国 明白吗? 如果中国人爱这个人民 或者爱这个历史 国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 是 股思饶也没有什么政权的概念 他不是搞清天白的 是 很奇怪 所以他就是爱中华民族 或者之类那些 爱中国人 就是之类 因为国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 是 你想像中华国 当然他是一个想像中华国 那会牵涉到很多东西 我就不可以说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希望中国有一个民主选举 法官是 我再说回 他希望 那不是爱这个政权 他爱民族 所以他整件事就比较定义不清楚 他爱民族 如果是这样 那就不是爱什么 OK 所以我们不需要糾纏一些概念 不是糾纏 我现在立刻跟你说另一件事 是 你讲完 我觉得判得太重 不应该判坐牢 是 因为我解释给你听 好 生确证是要 如果他说是则出门四旗 应该是在坐牢 都会解释的 以他这个是属于 他这个状况 是属于 那个叫做 是可以是 保外就医的状况 可以 那你如果属于 即使你则出门四旗 可以属于保外就医的话 你就不应该坐牢 所以我讲一个法律问题 那他现在跟法官说 你不要轻判我 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 但是我没有办法 这件事你不可以 因为法官说我不为 你不可以 因为他说不可以轻判 就是什么的 虽然他说 那你就是 不判就为了 法官说了 那你要理论上 那一件事他要出去 再做多一次才可以判坐牢 然后坐牢的话 监狱被他坐一轮 半个月左右 再保外就医 你叫我说正确程序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从来都是 爱国或者中国 很多时反而对保外就医的判决 比较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但是香港 就从来很重 你真的误到岩阵四旗 都不搞那些事 都不搞的 从来所知所说的 大家留意一下 对 所以他应该是可以保外就医 四旗一定是保外就医 既然你可以保外就医 即是你不用判判就坐牢 即是法官判错 OK 现在再说另一件事 是比较汁一点的 香港只有一个人 判六年 坐了一年就保外就医 是谁 我当然是谁 但我不能说个人 是一个女病人 是女人 因为她生为智 他怕是监狱 你上网 保外就医应该是监狱批的 即是不是法官批的 OK 可以不可以 就是属于监狱的disquestion 我想这些监狱都很害怕 对 对 对 所以他坐了一年就保外就医 当然这个人生内支 其实是Google search 都可以搜寻到的 我唯一可以给一个提示 可能阿古斯爺 是女人来的 可能阿古斯爺 他坐的时候 和他健康也有些保障 即是第一时间就送去玛丽 是他觉得可能 即是可能更快 你家里发现自己有事 顶一顶再打一九九九 是 更快 你在监狱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去玛丽医院 但我们不是说立场 我说一个客观评论 即是如果我说 港台的问题 是一个客观评论 他们实在专业性 现在还要盲出来做 古斯爺是不应该判裁监 说回一件事好笑 我有一年去玛丽医院 陪我去看医生 旁边就来了一个 忽然之间 几个警察在一起 然后有个人坐在旁边 几个警察围着他 我都知道是猛烈的 结果我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接着就看到他在地中海离开了 然后偷偷地认罪他的样子 然后我回去终于知道是什么 他以为他是林郭雲 原来林郭雲坐在我旁边 因为我后来都看回原来是真的 他现在都是长期病患 他经常出入医院 那应该他 虽然林郭雲是一个极度重犯 但问题是他的杀伤力很小 当然 很老了 我们看到他 但是也上了脚链 如果是叶继欢那些 杀伤力就很大 已经挂了 我已经挂了 假设是这种人 因为他有党羽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有党羽的问题 好了 我又说回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刚才讲到90年代的补吊事件 那陈旭祥有没有补充 很多观众都好像忘记了他 噢 没有问题 我都忘记了 所以我都忘记了 那些人说他和梁振英 都是两个中央安排的 将来会在香港政治大展权的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第一 他在他死的时候 他和梁振英地位相差 是 就是以他那样东西 他打不上去 就是 那个底 那个馅 他打不上去 我也觉得 我都觉得这个传言说 安子界找他们 我都不是觉得 不是 不是逢安子界 他打不上去 是梁振英打得上去 而且梁振英的身份 比较奇怪 因为你会看到 陈奥祥和梁振英是同年 就是大家在上升的空间 你觉得好 当陈奥祥死的时候 梁振英已经跨越了 是的 已经没有一比 多数在安子界选择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这么说 安子界不会选择梁振英的陈奥祥 不会 assign给他 OK 就是以我 他不会自己选择 他只不过 你自己选择 他选择自己的儿子 所以我不会自己选择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位于屯门邵铃街的入境署 屯门综合办事署 估计在农历新年后 投入服务 这是一个很新式的 入境署综合办事署 有两个东西想说 第一件事就是 这里引入了一条农服务 就是说 在同一个档塔上 你可以扮认出世纸 保留身份证 以及扮认护照 那就不用分开一次一次 这样搞 这个是说了很多年 因为很多人都要搞 就是你换身份证的时候 搞护照 这件事是非常之好 以及很先进的 另一件事就是 原来这个屯门综合办事署 其实应该是在 这些年多前已经开幕了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被一些黑暴破坏了 破坏得很厉害 因为昨天有些骗乱流出来 那现在就 终于收服了投入服务 那跟大家说回 如果你住在屯门区的时候 以后就申请出世纸 身份证 护照 或者一些关于入境事务的东西 就不用跨区 最近去到元朗 你有多久没有申请过 这些证件 我刚刚半年前 才去搞非用的东西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方便是吗 因为现在很快 我上一次搞就搞回响证 很方便 直接是不用按键 按键拿 按键拿 这些都是的 你去到那里 如果你申请护照 或者保领身份证 都是在桌上一次 各个电脑做完 是怕一些老人家就不懂做 因为我还未换领身份证 因为很多东西 疫情 所以我还未换领身份证 所以我还未换领身份证 应该要换领 应该要换领 很快 20分钟就搞定 你去到 拍下所有东西 因为去探索 有人帮你 你放心 一个counter做完 跟以前不同 好 另一件新闻 原来 本港上季私人住宅的施工量 按年急跌九成 全年合计按年少了36%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少了三分一以上 创了九年的新低 至于一手楼的落成量 按季急增 贴近2018年当时14年的高位 大家看到最多都是一手楼 分析就说 今季的施工量仍然疲弱 相信有关的情况会影响 未来三年 c楼的供应都紧张 政府长远或者难以达成一手楼的供应目标 说到今时今日都是处理不到的问题 我们每天都讲这些问题 其实很简单 政府知道要多推一些地出来 你多推一些地出来 拍卖不行 便宜多一些地 一手楼就会加快气 是 因为它在尼达出来之前 出来之前搞好 但是最近推的地皮 都是半山的 其实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只要推多一些地 你的意思就是 施工量 其实跟发展商的议员 就快点起 他们立即看你办公室 取程序我起好了 快点先卖了 现在政府因为很疼地 其实根本上整堆东西本身就是错的 就是从你整个市民的思维 或者整个大家做出来 分为所有东西都是错的 就是你又不可以便宜 又不可以让发展商赚钱 又不可以什么 总而知我就不理三四一 我不理你先赚你 我要有楼厨 我要有合理时间 买到楼 那就搞定了 或者市区重建务法加快 不是啊 他就是说 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太慢 嗯 慢的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你不给官商合结 不要给你赚钱 你应该是说 就是他们不理 就是这样说好不好 是 现在你是一间公司的老板 嗯 你有两个选择 嗯 这个选择就是说 喂 那个员工呢 嗯 收益 收益 嗯 嗯 于是乎呢 我们不可以给他什么 如果我们拉他 那我们夹 就是那个top sales 才不让他卖东西 但问题是 结果你就卖不到东西 就是吃皮箱独老鼠 嗯 即是说 有官商勾结 没有官商勾结 所有东西都好 总而知我不理你用什么方法 我每年我就要建好五十单位 那你不要理你用什么方法 你全部这个东西又不给 那个东西又不给 因为这个东西又不给 就是你是全部希望呢 做internal audit 嗯 做所有的房家财 嗯 但是问题是 你就不去搞什么东西 你就不去搞好那个销售 那就跟疫情的司法一样了 你就是说 你就是防止犯错 你就是防止那间贪腐 就是我说 很久之前 我 话说有一间酒店 嗯 那间酒店 当初的时候 其实贪腐率瘫了 嗯 然后后来我做低级了 然后呢 他说原来呢 每间房间 每间房间 那个Sales Manager 都带一批东西的 一元 一天就一千元了 就是不是买一袋十元 一天就一万元了 明白吗 哇很贪腐 哇 那些Sales 晶晶日上 真是 真是晶晶日上 大家赚到笑 每个整间公司 每个人出十六十七个月 整个酒店 每个人出十六十七个月 到时候不行 太贪腐了 结果每个公司 所有人出十二个月 每个人立刻的生意都差了 就是 最后就做36 不做36 就是这样 就是你不给机会 你不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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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结果 你要结有效果 还是你要是程序正义 OK 这个是你必需要什么 那很多人都会 跟你回答 我需要程序正义 但是我需要结果 所以我说 我说现在大家没有屋 你宁愿大家没有屋 你宁愿大家一起没有屋 但是就逼死 但是就很公道 那大家没有屋 一定是什么 但是仍然大家都没有屋 但是你就不要骂 你就不要骂 你就不要骂 你怎么可以做回事呢 你怎么可以要那个官做回事呢 就帮助他 那大家一起发展 大家一起做生意 明白吗 到了最后 那些人就是lubricants 你那个东西根本没有 香港的状况 你就不要骂 你必然你 中恶因得恶果 你想要这样的话 你大家都说 这个官商勾结 这个东西不行 你想他快点批 批多些地 快点去建多些楼 就收多些钱了 他一定不停建楼 你看 如果你那个女官 每个人都在 原来 原来不是在每个单位 我都有钱贷的 他一定不停地建单位 等等 现在就是因为建的 建的又被人骂 不如不建 而那个发展商就心想 咦 不是啊 我不建的也能赚到钱 我不建的那些楼价 升了也能赚更多 不用做 有什么能比做事 赚钱 官商务劫赚钱呢 就是我不官商务劫 我什么都不用做 也能赚到钱 那当然了 法都不用法 现在四大地产商 所有人都要收储 所以香港人就愚蠢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 都適合你的说法 好 本地新闻时间就这么多 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 我们国际新闻时间 第一宗其实都不是国际新闻 是本地新闻 不过是一宗国际市 就是英国政府在星期日开始 实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的签证政策 合资格的人士 可以当日 星期日开始 在网上登记 预约到北国的签证中心申请 提供指纹和照片 办理相关的手组 2月23日开始 可以透过手机程式 提出申请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批评英国严重违反 《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中方会做出有力的回应 我们之前说过 究竟多少人走呢 就是开始申请了 会不会真的走二、三十万人呢 我又未知 应该这些 开始了也会有很多人密集报导 数目会出来的 那是拿BNO和酒两回事 就有很多人拿了BNO 签证就走了 签证就走了 拿BNO要签证吗 不是 即是开始做BNO的 即是星期日开始 你可以拿BNO去港酒这个问题 不是拿BNO BNO就拿了 是吧 即是现在你拿BNO 星期日开始 你可以申请移民的签证 可以申请签证 我觉得那件事 他们说的所有事情 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问题 就是关于双重国籍 是 中国给不给双重国籍 中国其实日本刚刚做了一宗判决 是 日本判决就不准双重国籍 没错 日本一向就不准取消 其实中国也是 中国对双重国籍的惩罚 就是取消国籍 是 即是唯一可以这样做 你不可以双重国籍判你坐牢 不可以 中国也是 是的 那取消国籍不是一个很大的惩罚 是的 如果你觉得取消国籍是很大的惩罚 那你就不会拿双重国籍 那我们再回去 因为国籍和两个人会比较深一点 我再回去一个问题 中国为什么没有双重国籍呢 我不明白 周恩来曼龙会议 他们最初的时候 因为中国当年的时候 大家很害怕中国搞全球革命 嗯 所以如果你所有那些华裔的人 嗯 即是那些华人 嗯 如果全部呢 都是拥有中国国籍的话 嗯 他变成了那个人双重国籍呢 就可以在 全部国家有一堆类似BNO的人 嗯 那整堆东南亚国家 cảθ esters knowledge 尤其是泰国、馬凉西亞 那些觉得你的心 Teams と不舒服 尤其牂引尼 знач Ă COM 有一些ikkaנו国家 是 那其实中国不准双重国籍呢 是as a gratitude 冠 ojos 就是回大家 就是说所有人都不记得历史上的事情 嗯 即是说如果中国容许双重国籍的话 尤其是多个年的多年代 因为那年代 中国人的比例是增加很多的 现在很多人不认识的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放弃他们 他也不是生孩子 如果在当时中国人很快 可能会过生育率 所有东西是过死穆斯林 都过死了什么东西 那就糟糕了 因为中国人当时的生育率 不是那么低 现在中国人比较有钱 以前比较有钱的人生多一点 现在比较有钱的人生少一点 还有因为有些人 应该讨断了 跟中国的国华断了界线 所以现在变成了比例上 华人的比例上比以前来说是少了很多 譬如陈志思家族 不是姓陈志思 真的姓Sofran Planet 就是之类这样的东西 其实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是一个gratitude 现在中国的反制 是应该取消你国籍 是应该承认所有华人 或者英国的华人的双重国籍 美国就经常是双重国籍的 美国它不是经常是双重国籍的 美国承认的国籍就是 你无论有多少都是 美国人 旅行证件 你都是美国人的 中国可以反过来 你持有BNO 无论你持有多少 就算你只有一天不取消 你都还是中国人 于是乎你会发现 在英国很多香港人 他其实是中国人 你的二代都还是香港人 你的二代都还可以持有香港身份证 而根据很多地方的就是说 我这么说好吗 沙皇是世界上所有东正教教徒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所有东正教教徒的protector 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沙皇 你也是 而法国曾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是全地球所有天主教徒的protector 而美国是全世界所有相信民主 政治人权的人的protector 如果中国去玩 他是全世界华人的protector 你卖底褲卖私负都不行 明白吗 就是反过来的反制 你的反制是你不承认 还是你全都承认 你又这么说吗 那你英国欺压华人 立即过来的 你明白吗 等于你美国欺压人权 美国说你欺压全世界 我为什么叫我的protector 就是说你欺压民主人权 所有罗冠聪啊 王之锋啊 因为他们是民主的人来的 我是全世界民主人士的protector 所以你搞任何民主 所以你要熟悉这些香港正义 就是读历史读这些 你明白吗 你要知道他的深层结构 究竟是怎么样 明白吗 美国的 美国的定位 国家定位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所以他对民主人权 所有的民主人权 他也有一个保护者的地位 那如果你是要这样玩 我不是玩取消 我玩承认 你承认我 我就承认回 我承认回你所有 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华人 的地位 我是所有英国 大家当时的时候 忘记了 在1949年之后 所有大家最害怕是这个 尤其是东南亚 就是你中国是所有华人的地位 那时候 你在印尼排华 我出兵打你印尼 即是出兵的问题 明白吗 我甚至可以打你印尼 因为你排华 你杀华人 在1998年的时候 印尼已经可以直接打你了 明白吗 甚至不是 我可以对你印尼封锁 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本身大家所有说的 那些蓝丝 所有的东西 你忘记了这个东西 忘记了国家 忘记了所有的国际政治 这个基本的原理 当然了 沈默辉那些人不懂这些东西 就是密码 那些人不懂 所以回到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你要回到 为什么中国人 是不是承认相从国籍 OK 好了 另一宗新闻 也挺有趣的 就是社交网站Facebook 将一个讨论 股票买卖的群组 罗宾汉下架 这个群组 在美国有15,700个成员 Facebook没有说过 为什么将它下架 就是说这个群组涉嫌 讨论性侵的议题 但是当然不是 为什么不是 你是玩过 不是 因为真相不是这样 真相就是这个 买卖股票的群组 就在这儿 不断吹谷 Gamestop 和AMC 那些美股 新经济股 那些 大量的散户 就随后跟进买火 股价就暴升 导致沽空游戏 逆战的对冲投资机构 要平仓止蝕离场 那外电报道有很多大量的散户 因为投资 因为这样而赚大钱 其实它停了这个网站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网站 可以谷到 我看《零新新闻》的报道 就是谷到一些 所谓 对新经济支持的年轻散户 其实没有错 它有办法 在里面唱一些新经济股票 和Game有关的股票 因为美国都炒得飞气 其实这两三年 Gamestop不是和Game有关股票 不是和Game有关股票 Gamestop不是新经济 Gamestop是卖Game的店铺 但是就入了新经济 即是它会觉得Facebook 这样做这些组群 会对经济 当然它现在也是用性侵来 将组群下架而已 OK 我们之前那天跟杨宇说过 GameStop的问题 GameStop本身就是一个 它到现在是因为升得太厉害 它就禁止了它 它就禁止了它只准止沽不买 是 是 就是止沽不买 就是之前就试过止买不准沽 中国就试过止准买不准沽 现在它就试过止准沽不准沽 你说这只股票的吸引 止准沽不准沽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 它的沽空夹爆了 它是怕太危险 或者所有东西 然后就 它这只股票就是 它20元炒到40元 40元的沽空机构 就立刻出了报告 就说应该沽空它的 然后就给一些磅文 我认为中间应该有庄家 是做一个预计者 然后将这只股票炒到 在三天之外 炒到上500元 然后500元的时候 接着政府就觉得 就担个机构觉得太过不妥了 然后就打过来 现在是纸嘴沽空 大家还说你只是逼我输钱 现在网民就停了 搞得很吵架的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跟一全媒一样 他应该第一天就这样做 但是因为你有沽空机构 你现在只是帮了沽空机构 究竟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你现在牵涉到状况 所有人都在批评这件事 都是在评论这件事 你还可以炒上500元吗 我买去也是想炒上500元 是的 所以现在只是准输不准买 所以这件事会引起很大的空洞 因为这件事比不准沽只准买 现在只准沽不准买 整件事就是很离谱 硬硬将股价打累 那输了又怎样赔呢 第一 你应该发生这件事 你第一天就停 是的 其实你首先就是 你不让人沽空 你的沽空机构本身整件事已经是 即是他们有问题 是的 你现在不是先帮沽空机构 因为沽空机构是不用输的 那你沽空你会被遇到被人夹爆 是的 所以整件事 但是因为沽空机构 现在借货到30厘米 借货到很贵 所以现在很多人沽空 现在你的意思就是 你帮助人沽空 即是你将市场力量有法律解决 嗯 而这一只的沽空本身是 因为沽空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嗯 你现在买了 我就借你的货来沽空 你买给人不买 你买了什么 然后沽空有息收的 然后沽空了之后 我就切回你的货 然后再借给人沽空 理论上你可以借沽 那样东西可以重复无限次 嗯 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有无限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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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次沽空 嗯 就是你买了那个 再借给人再沽空 然后沽空那些 因为沽空那些 就是有人买过 然后有人再买过 买了之后再沽空 于是你就可以无限轮回 嗯 所以 所以整件事情 就变成了很奇怪了 这个状况 嗯 嗯 嗯 其实就是发生了非常非常 非常 其实应该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借货沽空 应该是要有 嗯 要有 要有 卖战比率的 是 就是你有理论上 你可能你有100万货 你借了最多可以借 50万给人沽空的 你就不可以无限轮回 所以这件事可以无限轮回 你会变得很麻烦 就是这件事的话 但是你会令到很多人输了钱 一件事可以无限轮回 就是无限 那也有很多人赢钱 是 但是这些无限轮回 你就变成了整件事 我就知道他明白为什么 但是他应该第一天就去做 嗯 都是那些事 就是现在出事先补救 那现在连了Facebook 好了 另一宗新闻 就是在武汉的世卫专家组 就结束了在酒店的两星期隔离了 将会展开全面性的实地检查工作 那就是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源头 那专家组呢 今天呢 将会和中国科学家会面 又会去到那些实验室 市场和医院呢 看看情况 那么 这个武汉 世卫专家去到武汉调查 有没有突破性进展呢 很多人都说没有的了 因为都是做出场而已 那难道真的 从头说在那里是源头吗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嗯 那里当然有白发区 当然了 我相信 没有人敢肯定是源头 是 是 就算是 都没有人敢肯定 就算是 那又怎样呢 应该就是 我觉得 因为其实早在武汉之前 已经是很多地方爆发的 是 但是武汉可能是 会是某一种新变种的源头 是 即是不排除的 但是中国当然是 应该多少它都会把这些东西洗干洗净 是 那件事就是 就是 源头就应该是一早 这一早已经出现了 在武汉之前在全世界也有出现 还有现在最重要的专家组就是要调查一个方向 就是中国 或者武汉当国有没有隐瞒疫情的问题 那说得不好 嗯 它应该隐瞒了一个星期 就是隐瞒了某一个日子 是 至少是整件事 但是整件事的隐瞒究竟是什么 其实都很清楚了 它那件事就是一个行政上的隐瞒 那件事是大家不知道的 如果说隐瞒疫情 嗯 嗯 我想它的罪行比不上美国的 underestimate 疫情 我现在在世纪都说了 美国其实真正最大的 spread over 就是 就是美国西方世界的 underestimate 疫情 你可以看到 即是中国隐瞒疫情 因为我经常都发生这件事 只是你第一个爆发的 你束手无插 但问题是你都看到 你看到武汉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 你整件事 即是你第一个初法区 你会有些束手无插的 但问题是 我想责任永远比不上 是spread over 世纪专家说了 英美两国 或者巴西 他们最初对 疫情那种调以轻心的态度 都是导致大爆发的原因 是的 那他们的疫情 他们开始的时候 说真的 中国隐瞒不隐瞒 他们都知道 即是你都看到中国怎么做 那时武汉开始封城 他不是有心隐瞒 而他根本上当时的束手无插 他不知怎样最后 我们不是为中国开脱 即是我们说得对 或者世纪专家都说得很忠幸 是你们调以轻心在先的 我没有跟中国开脱脱 我都说了 应该是有可能 很有可能 他是在武汉有一个变重 所以才突然间爆发了 即不是隐瞒大物 他也有 那个不是叫隐瞒 他也有整个 这样说好不好 你不是隐瞒 你是致 你不知道 你真是致 那样东西 你一开始的时候 那件事是处理差了 以及你有心隐瞒 是两回事 他也立即派了钟南山过去 接近 那些东西说出来 就会有责任 中国的问题 也是那些重要的问题 不是 那些东西说出来没有责任 OK 那些东西说出来没有责任 那个人 从此始终没有特别责任 那个人 你见到那个人 李文亮 李文亮的责任 因为李文亮不是上头通报的 后来上头通报 拿了什么等奖 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李文亮的问题是 所有人经常解释 李文亮的问题是 他只在自己的群组讨论 他不是上报的 所以你就是散播整件事 就是你要知道整个机制究竟是怎样 他的机制就是说 有发生这件事 小心点 大家这样 当然他不是 他不是因为这件事 就是说他当初被指责的时候 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公开上报 你只是借同自己的人 去叫人家小心点 而你没有上报了 你就是 完了 就是那件事 而他没有正式去上报 上报的人叫做什么 张继先 李文亮也平反了 平反了 大问题 李文亮最重要的 那是张继先还拿了奖 他是 那个叫做dual procedure 是 是正确程序 去上报这件事 或者 你上报上报上报 不理你再上上报 然后再去 然后再加上界线 你就不是在朋友 叫朋友 被 被这件事 整件事是这样的 你叫朋友 那这些可能是谣言 因为 看世卫的专家 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你不可以叫朋友 避这件事 因为你叫朋友 避这件事的时候 果然你当时 假如病是真的 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 你个个都不做的时候 会有很多错的 noise 走出去 那大家经常发布 这个谣言的时候 你就会很麻烦 如果容许这件事的话 就是你会有很多错的人 不光是你对的 走出去 其实一个对的 会带了一百个错 明白吗 所以其实 那个原因是这样 嗯 另外 可以说回拜登 拜登新政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欧盟的外交政策主管 通电话 两人同意 在多方面加强合作 看回 特朗普政府 跟欧盟有点不合谈 现在 就修补关系了 拜登新政府 那拜登新政府 也跟很多 前盟友修补关系 包括 拜登自己 跟普京通过电话 布林肯又跟日本 和韩国的外长通电话 似乎想一改 之前的 美国第一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 其实我们昨天说的 其实没有播出 也都将 播出了 结果 我们昨天说了 把气候变化 定为国策式的策略 拜登不停地签行政指令 每天都有 不停地签行政指令 其中一个要提的就是 也都不说中国病毒了 也都没有明白 白纸黑字 说这个 China Guerus 不用的 不要用这些 侮辱的字眼 因为他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会令到 美国的亚裔人士的福祉 或者 生命财产受到伤害 他的行政指令 没有说到 中国病毒这个字 但是他就说 要一些官员 以后就不要再用 一些比较歧视性的字眼 只为一些 其实是说中国病毒 之后就不要再用 中国病毒这个字 一反特朗普的政府 即特朗普政府 一向中国病毒 那个状况是这样 因为你已经问了 Chinese 你是区分不了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和Chinese 都是代表了中国人 所以你的中国裔 你的中国裔 即是说你英文来说 你是分辨不了Chinese 分辨不了Chinese 那他们叫台湾人 是否叫Chinese 美国人 你也是叫 你是中一个族裔 你是写的 所以你就分辨不了 你在Hong Kong 你属于Chinese 你属于这个族裔 你不会去Hong Kong 就是你不会这样 所以你 所以既然你也是写下去 所以你会 这件事 你就会对那些美国公民 有那个侮辱性 当然是 真相的也是这样发生 所以就会变成那些人 中国人还会被人打 我不理你中国 我现在说对我美国 华佑 因为他们拿着美国护照 是的 那些人会被人打 那整件事就会牵涉到很麻烦 所以 不过 再说回Chinese virus 或者之类这样的字 其实 在现在来说 的确是不流行的 但以前全部都是这样的 当然是日本路染 没错 没错 还有就是 原来还有Hong Kong Flu 香港脚 不是 Hong Kong Flu 原来好像是400万人感染 Hong Kong Flu 是很严重的事情 是在1968年左右 1969年 是Hong Kong Flu 也有的 香港脚呢 香港脚是 小喇叭 你说我不改 日本路染 应该再剔罪 日本路染才无辜 是的 真的无辜 所以 当然我们会说新冠肺炎 但是因为现在就不流行 现在不流行 但是这个做法 在以前来说 的确是一个惯常的做法 是约定促成的做法 以前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现在就有问题了 没办法 等于日本说 芝拿没有问题 从来都叫芝拿 后来有问题 就是玻璃心 我们自己过了芝拿内学院 歐阳景武 歐阳景武 佛学大师 开的那个佛学院 都叫芝拿内学院 是我们认同这个字 歐阳景武是红十力的师傅 是的 都没有这个贬义 你有没有读他的东西 歐阳景武我都不明白 他是红十力的师傅 红十力也读得明白 歐阳景武这些太高深的东西 但是叫芝拿内学院 当时是一个普遍称位 现在就变了 似乎拜登的新政都看得到 都是大胃行先 跟大家的寄望都是很相似的 要怎么说呢 要我的说法就是 美国媒体鼓吹那种东西 他就做了那种东西 果然是民主党 拜登就是跟媒体的窗口一致 看看整个世界的关系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改变 有些人说 现在拜登的主要是意证制度 我现在就假扮了 先缩一缩 看你过来 我看你怎么死 当然是说他的宿敌 现在就以证制度 假扮一下 温和 引你入局 不知道是不是 相对来说 我都说了很久 我都说那些人的村粉 就是那些唐人做村粉 那些反中的人做村粉 本身是一个智力非常低的人 你做得了村粉 已经知道是一个蠢人 因为拜登能对付你 当然 你明白吗 所以我先说 你如果是争中国 你做村粉 你就肯定是一个蠢人 尤其是乡色别人 我们也说过 村建国 所以我都说了 说了很久 拜登是比 喜欢特朗普的人 村粉的智力低的地方 就是这里 就是因为其实拜登 很难摸 你看一下他的阴阴层层 你以为他真的很有想法 可能他纯粹没有精神 不是 拜登本身 他可能 拜登本身 他的文化比较好 他做得很专业 他很专业 手下有一堆很专业的人 Donald Trump单人 不专业 他阴濕的地方 不是因为他阴濕 而他身边所有人都是阴濕的 你知道他身边都是阴人 就是那些女人 那些阴人 那阴一定是阴濕的 所以那些 所以他本身 那些人是很专业的 就是他知道 他知道你哪里痛 但是Donald Trump就是 你硬下去 现在你对中国 是不可以用这样的硬来方法 不然你不如直接打他便可以 就是因为对中国 你一定要是软硬兼事 明白的 你看过纸牌屋 你就知道了 纸牌屋里面的 会杀人的美国总统 奇云屎拍摄 你就看看他是共和党 因为是民主党的总统 大家明白的 这些事情 大家知道怎么玩 好 今天的国际新闻时段 就是这么多 记住like share comment 我们的channel 介绍我们的channel 给多一个人看 记住好好利用你的社交媒体 把我们的channel的link 带上去 或者利用你的通讯软件 WhatsApp Rechat 或者Signal 把我们的channel 带多一点给朋友看 帮助我们 早日 迈向这个 十万的subscribe大关 我很有信心的 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又是我上公子 我们的好朋友 米之年星级名厨 serve angel 做到他家乡名菜 巴菜笼那海鲜梅 Sassu La Seafood Sprat 的啟發 为最受港人欢迎的 賀年菜式盆菜 注入鲜味的全新元素 让传统的味道全面昇华 以细腻封型的美味海鲜汤 取代油腻 欠缺个性的生粉献汁汤底 把底味完全一样的肥猪腩肉 白萝卜 炸鱼蛋 炸猪皮 及枝竹等等 全面换上 金贵的高级海鲜素材 每一口都会让食客 有自身于西班牙大淡海鲜饭 或马菜海鲜汤的感觉 盆菜 一共有十五款名贵海鲜菜式 包括由Chef Angel 取材制西班牙海鲜饭的 自创专利地中海Satsula汤底 配搭八头新鲜鲍鱼 原条石斑仔 顶级北海道带子 六寸虎虾 黄金蜆 金满刀招牌海南鲜 慢煮西班牙黑毛猪肉 猪腩肉 猪耳 猪鹤肉等等 配合优质的日本花菇 黑木耳 小白菜及西蘭花作盆 而且每个盆菜 我们都会奉上 桂花杞子糕作为甜品 而且有高贵的金色手腕 保温袋包装 送礼自奉 绝对不会失礼 今个农历辛丑牛年 无论是团年饭或开年饭 大家不妨订购一个 米芝莲星级西班牙海鲜满盆菜 照顾亲朋即友 共度喜庆的大日子 保证令到大家耳目一新 惠美无穷 还等 立刻上亚洲电视网站订购吧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